你见过这么秀的丧尸吗? 他爬上了电线灯,拿起菜刀很命抗高压电,虽然变成了火花四剑,但也成功地让电源下线。 十分钟前,一群主角跑去了旁边的便利店,没多久,一个大汉就在床边出现,然后被人砍掉了脑袋,动手的正是赛博。 但他在身前又出现一个紫困,赛博根捧不动,他逃出了银冰村,三枪过后,抬手又是一剑,不然身后又又一剑,还好那丝当头就是一棒。 作为纽约捕蜀人,他可不会手软,此时,另外的主角也冲了出来,可怪物也有支援,奈斯神勇依旧,但猛逼的路人就没那么多。 这个老汉不过是贼羊买了包华子,没想到糟死大难,一旁的托马斯立即跑回了房间,他要寄出大杀气,无碍,血奴汇聚,一众主角被团团包围,银钉枪的作用越来越强,好在托马斯拿出了紫光针,怪物果然怕走外界,但携地里一个血奴通袭,托马斯重招。 赛博回远,一群人逃回便利店,玻璃的隔绝,让双方稍作休战,但普通人根本不明所以,赛博告诉他,这是吸血怪,丽萨自有所感。 三天前,有人让他掐断了纽约的通讯,他现在终于搞明白为什么当时能赚三百万,可他闺蜜根本不信,翻手就冲到屋外。 奇怪的是,这群血奴惊任他离开,赛博明白,这是冲他们而来,但此时,丽萨和一个老汉也想效仿闺蜜,可惜好运不在。 老汉死得很惨,丽萨吓得腿软,海瑟和劳拉没有见死不救,无此理,一群人打算从长计议,劳拉忽然发现托马斯似乎不对劲,取出紫光灯一看,他已经被尸虫感染,海瑟立即找装备,他们要给托马斯现场手术,他们划破了托马斯脸皮,然后用镊子揪出了虫子,在紫光灯的照耀下,虫子烧成了灰烬,三人正在倾气,屋外却呼声大气,是血奴发动了攻击,海瑟见识不妙,立即拿起紫光灯,一旁的赛� 帮忙补伤害,赛博怀疑血奴的智商正在进化,果然,一个血奴冲上电箭杆,嘴里含着一把太早,他要切断电源,赛博单手持枪,虽然一枪就爆头,但电线也出了意外,房间陷入黑暗,紫光灯的电池只能坚持半刻钟,而血奴已经从四面拔房出现,一行人决定突围,临走之时,奈斯让收银员赶紧出来,但没想到对面是个老六,坚持让他们给钱,奈斯无语,甩给他一张卡片 另一边,凯瑟忽然脸色一变,托马斯瞬间感觉心肝意差,衣服一显开,完蛋,托马斯后背被狮虫爬马,他知道自己即将玩完,他抱着最后的希望问赛博 托马斯想自我了断,但凯瑟不同意,老来也说去医院,众人还在磨叽,血奴已经跑进了天花板,赛博不想再拖延时间,凯瑟冲过去阻止了他,一旁的奈斯趁机出手,一枪爆头,然后连鼓伤害,凯瑟陷入疯狂 他大声质问奈斯有什么权利,奈斯只是说没空陪他感情用事 一旁的劳拉舞狗子,他告诉奈斯要动手也应该是他们,但现在没时间废话,天花板已经被踩烂,小哥仍然坚持守店面,主角们冲到屋外,用燃烧平开路 紫光灯电后,众人边站边吐,他们移动到加油站,然后 劳拉的新银行,出油就是快了,他们将汽油撒到露面,凯瑟在司机身上摸到了钥匙,那人还没死透,于是凯瑟用他练了手,血奴越来越近,紫光灯也相继熄灭 还好汽车已经搞定,奈斯扔掉最后一个火烟灯,众人趁机上车,最后在血奴的狂欢中,一群人有情无险,只有一个血奴老六,涂了车子一脸 与此同时,一个男孩刚刚放学,但他发现家里混乱一片,忽然,他身后出现一个大汉 张嘴顿,这摆明是个心神,枕头很一般,小男孩手持铁锹,他还在和怪物斗争 一个男人冲了进来,是凯瑟,单手就给了怪物一刀,这家伙是他妻子男朋友 凯瑟下手很重,是多少带点私人投愿,他将儿子托付给了赛博,他和劳拉需要处理尸体 望着火光,他们想起了托马斯,两个人对没有烧他很遗憾,忙完,他们感觉很累,摆明需要安慰 比尔,天雷刚灭地火,门外就有人呼喊,凯瑟只来得及掏出匕首,是他妻子的闺蜜 原来他联系不上艾莉,但没想到遇到这种辣眼睛的事情 可他刚回家,闺蜜艾莉就在门口出现,看见他儿子后,嘴里一阵难受,然后